嗨,各位同学,你听过声音,但你有看过声波吗? 欢迎来到波语光,波的基本性质,波长的部分 我是台北市立阳明高中张志勇老师 一开始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你有看过声波吗? 如果我能看到空气分子的话 一个音响对外发出的声波 它的空气分子的震动应该是这样的 同学,这个画面你看久了 你会不会觉得它其实很像这样的画面呢? 你知道这是什么的画面吗? 这是水波的画面 同学,你是否可以比较一下 声波在传递的时候跟水波有哪些类似的性质? 就让我们从最容易观察的波开始吧 最容易观察的波是绳波 因为我只要夹一条绳子拉直 然后呢,我的手上下震动 就可以制造出往前传递的波 好,那我们知道 波的最高点称为波峰 最低点称为波谷 而绳子原本所在的位置呢 叫做平衡点 波峰跟波谷分别与平衡点的距离 称为振幅 那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波的特性 如果我在绳子上打一个结 当我的波继续往前传递的时候 这个结会往哪边运动呢? 同学,如果有经验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当我的绳波往前传递的时候 绳子上的结只是在原地上下震动 因此我们知道什么是波 波就是一种在空间中传播的扰动 那它能够传递振动跟能量 而不传递介质 就像绳子上打结的这个点 不会被传递出去一样 实际上呢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绳波 声波跟水波 都是有这样的特性哦 好,让我们回到声波 如果现在有一个喇叭 而我们有非常非常厉害的眼睛 我们可以看到空气分子的话 我们会看到声音的传递 是借由空气分子撞击下一个空气分子 不停地往前推波 不过当你仔细看每一个空气分子 它都是在原地左右来回震动 所以如果我把空气分子 往右的位移为正 往左的位移为负 我就可以画出像画面上这样的波形 举例来说 音叉是震动最规律的乐器 它所画出的波形就会是画面上这样很漂亮的一个正弦波 好,同学 我们可以试着猜猜看 像画面上这样子音叉的波形 里面总共有几个波呢 那有的同学会这样想 往上震是一个波 往下震波形跟往上震长得很像 这样也是第二个波 那这样是第三个波 所以整个波形里面会含有八个波 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吗 我们这边先卖个关子 让你们看看第二种乐器所产生的波形 我们再来猜猜看 好,这是长号发出的音乐所产生的波形 那同学,你可以试着分析看看 在这样的波形里面 这样含有几个波呢 同学,我们是不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样的波形被重复了几次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所以我们会认为 长号所发出的波形呢 这样是有四个波 那同学,我们发现 一个波有什么规律 它的规律就是 第一个波跟第二个波会长得一模一样 因此 一个波跟一个波之间 应该具有可重复性 所以让我们回到音差的波形来看 怎么样才叫做一个波呢 是不是必须要 这个波跟下一个波长得一模一样 最后我们发现 应该是这样叫做一个波 那隔壁的要跟它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这是下一个波 这是第三个波 这是第四个波 好,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 一个波的长度就称为 波长 那聪明的你就知道 其实一个波 不一定要从平衡点开始 它也可以从任意点开始 只要是可以重复性的 就叫一个波长 例如 这样也可以称为一个波长 因为我可以把这个波 贴到右边那一格一样的位置 它们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这样也可以称为一个波长 最后同学们你们可以在荧幕前练习看看 像画面上这样大提醒的波形 里面总共有几个波呢 好,这段影片就为各位同学介绍到这边为止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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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